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好像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邱瑞来看一套样板房 这个位置是在Caster Moderman在Island的学校 所以这个小区是2013 14 15年以后建的 所以非常非常新 然后这个房子它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反面教材 也可以 但是有些人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房 就是它base是一层的 就是说它只有它的二层的game room和电影院是加上去的 就是我们一般的建房的时候 你在这个lot里面可以选很多种户型 一般一个建商会提供至少三四种 然后他们这家屋主当时选择的时候 就是说在一楼建造 然后再加的不是直接选的二楼 所以它四个卧室都在一楼 现在这套房是四个卧室 三个full bus room 两个half bus room 15年 592,500 因为是新小区 在Island位置非常好 所以税相对来说 那个价格相对来说贵一些 Island税是2.35 3500尺 物业费是787块钱 进来之后实际上你看我们门厅 灯是升级过了 然后看门厅它这块是没有采光的 只有这个门一点 所以它把家里全部都打打上亮光了 灯打开要不然会很暗 地毯和地板全部都升级过的 地板是hard wood的 这个nail down hard wood 然后你看它书房全部做完了 进来之后你看书房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卧室 有两个客卧 然后共用洗手间 洗手间双水池 进前灯 这个是应该是没有升级过的 然后你看它这种新房 现在它的层高都非常高 它的洗澡间是往下挖下去的 而且没有浴缸 再进来你看这两个地毯就和刚才的不一样了 这两个卧室的地毯就和刚才书房的地毯升级过的比较高级 那这个就相对要便宜一些 几乎是最便宜的地毯 而且没有吊扇 这个当时也没有升级过 好 但是它整个一楼所有的baseboard都是很宽的 都是很宽的 这也没有吊扇 它的blends也全部升级过了 blends用的是比较好的blends 好 我们现在看地面 你看它这些花纹全都是它刮出来的 蛇宫刮出来的 所以你看从一开始我们进门 就这一点位置已经有两个小卧室 一个书房 然后再加一个full bus 再往里面 好我们现在右手边 是一个洗衣房 然后通到那边有三个车库 然后我这左手边呢 是半个厕所 半个厕所这是没升级过的 所以它是这种台子 瓷盆 镜子是应该是自己换的吧 好 这样做完 地面做过了 好 再进来就 nail down的hardwood会非常非常漂亮 就一般我们在看房子 只要是墙面灯 然后那个厨房台面厕所 楼和地板做完了就会非常漂亮是吧 好进来这个楼梯明显是加过的 如果说这套房子呢 假设没有没有这个楼梯 一层的房子就直接这样过来了 然后这是一面墙 然后就进到主卧里面 不是主卧在这边 这还有个客卧 然后进到里面 他要想加的话 就从这个位置这样加上去 好我们先到这个卧室来 这也有一个卧室 好 这是楼下的第三个卧室 楼下第三个卧室呢 它是一个卧室的套间 所以这个房子相当于楼下的第二个主卧 看他也有一个负金钱灯 但是呢 他依然是没有浴缸 所以说现在新的房子的时候 很多他都不见浴缸了 因为很多人不用 所以现在基本是只有主卧才会留浴缸 主卧才会留浴缸 所以他一楼的所有的blinds全部都升级成这种 比较好用 这个也比较贵的啊 比那种要贵的多 好餐厅很漂亮 然后这里是客厅和厨房 客厅呢 他这中间有一个柱子挡在这儿 有个柱子挡在这儿 厨房他安定客厅他做了几个灯 这都是相对漂亮一些 然后呢 他的层高不是那么高 他不是那种通透的啊 壁炉是煤气的壁炉 从来没有用过 厨房的地面和刚才的地面是一样的 然后台面他没有用全白的 这当时就是去选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台面让你去选择 这个台面是不是贵的那种 贵的台面比这个要漂亮的多 然后他也这些也都做了升级 柜子 抽屉 所以说他这厨房是很大漂亮啊 closet 这closet比较小 人进不去 这个炉灶可能得贵一点 这个得要至少的2500 然后加这个抽油烟机 烟可以排出去的 水池是只有一个水槽 这些厨厨具 这些全部都升级过的 全部升级过的 好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比较好用 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后院是比较小的 然后fans虽然是宽板 但他不是两层的 所以中间有漏光 所以这个fans不是那种四十多五十五十块钱一尺的 但是他加高了 但是他加高的价格也不便宜 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后面只有那一扇窗 那一扇窗能看得见 所以他虽然都是两层的房 但隐私的话很好 隐私不错 OK我们现在到主卧去看 后院其实很小的 面积不大 很窄 它的深度不够 宽度还可以 从这又变成了这个便宜的地毯 那就说明现在只有书房用的是升级过的地毯 他应该是自己升级的 从这剩下呢全都是比较便宜的地毯 地砖的花本跟前面的不一样 两个洗手池是分开的 镜子升级过 镜前灯是原厂的 这里带灯 浴缸不带按摩 但其实最好不要 那个后面修起来会很麻烦 OK 很漂亮啊 弄得很干净 然后这个柜子架子是他自己夹的 衣帽间可以进来 OK 好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看 我们现在去二楼 现在从这个角度看厨房是很漂亮 跟家具也有一定的关系 好这是客厅 从这儿这是楼下的第二个主卧套间 所以那边是两个两个客卧 共用一个full bus room 还有一个书房 原来这是半个洗手间 这是餐厅 我们先上二楼 一般像这样升级的房子 他一般都是会用折体 不会用那个转体啊什么的 好上来有个过堂 他很聪明 如果当时他把这个厕所再改成full bus 就更厉害了 家里有客人在这洗澡 可以用洗澡 在full bus和这个 当时差应该差个两三千就够了 但是他可能没有装没有升级 这个房子也是在环绕立体声的 他布了线 这儿和那边布了线 好 但是从二楼你会看到 二楼就可以看到别人家了 这就是如果别人家二楼看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感觉 就是现在新的这些房子 都是这样 可以看到别人家 然后这里面是电影院 电影院他全部布了线 但他没有用那个 没有用他的环绕音响线 也没有用投影仪 他是用的电视 其实电视比那个便宜的投影仪效果会好得多得多 好 再过来 这应该是阁楼 这出去就可以到那个 就是他锁住了 没关系了 就是到那个阁楼里面修空调啊 什么的 好我们现在再看他的那个 这些全部都升级过了 有些他不升级 这就是木头墙 对我们现在还去一下车库 所以这个房子如果说家里老人孩子很多的话 其实蛮好的 然后想打发孩子打发到楼上去了 家里如果来客人 那老人老人孩子也可以睡到底下 大家有个相互照应 而且他二楼这还有两个那个 有两个套间嘛 所以说那个是蛮好的 好我们现在看车库门三块电机 所以说是三个门 是分开的 一个两个 还有一个在哪里呢 还有一个在哪里呢 OK 我们要从那边走应该是 我们还有一个车库是 从这儿吧 好奇怪 好奇怪 还有他所有的门都是石木门 你可以推一下 这些都比较重 还有一个车库是 好像从房子是进不去的 在外面的 也还有车库从房子是进不去的 也我没理解错 是的 他还有个车库是在外面的 哦这不 shrough the garage door only OK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种 又是一种风格的户型 所以有些朋友喜欢这样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好更多信息 可以上我的网站 eos.com 加我的微信 eos001 我是邱瑞 我在Dallas等着你 再见 好 好 好